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阿N与阿Lam频道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李宝盈的戏剧人生 李宝盈除了粤曲、粤剧和电影的演出之外 他也曾经积极地从事粤剧新秀的培训工作和艺术推广的工作 在1970年代,李宝盈曾经和罗家英去到家乐萨姓森书园 李宝盈担任尹牵粤剧组的导师 教授学生粤剧和粤曲的知识和演戏技巧 其后,他们曾经在香港艺术中心和韶英剧社等机构 开班授讨,以传承和推广粤剧的艺术 李宝盈也曾经主持过香港电台第五台的粤剧节目 《离原之声》 在掌项方面,李宝盈曾经三度地在华侨晚报十大明星选举中 入选十大影剧明星 这三次分别是1973年度、1974年度和1980年度 在1981年6月12日 香港政府就英女王的授臣颁识名单里 李宝盈获领英女王的荣誉奖赚 用意表扬她致力于培训粤剧界的身血 以及她经常在香港和海外表演 以促进粤剧发展的贡献 这就是香港粤剧界史上第一位获颁受官方分咸的女性 在1990年2月1日 即是农历的正月初落 李宝盈和香港的前话剧演员 兼当时担任澳门娱乐 股份有限公司的高级行政经理 其澳门普京娱乐场经理 简朗秋在美国纽约注册结婚 其后李宝盈跟随她的夫妻 就移居到澳门 结婚后就从此就适应了 跟着就跟大家介绍一下李宝盈的家庭状况 李宝盈她的爸爸妈妈 育有四个子女 李宝盈排第1 李宝盈就有一个妹妹 跟着就有两个弟弟 在1950年代 李宝盈就去到星马拍电影之后 就回到香港无奈 无奈她爸爸就小小了 李宝盈其中一个弟弟 叫做李汉良 他的执业就是教师 在40年出生 但很不幸 在1982年2月22日逝世 他这个弟弟是做老师的 曾经在柴湾海星小学上校任教的 因为他这个弟弟患了脑膜炎 不幸就在姓德勒萨医院逝世 说到李宝盈的感情生活 根据粤剧名领 罗家英 家英哥指出 在1973年 在1973年 罗家英和李宝盈 就因为拍档演出的关系 就经常在一起 所以就日久生情 在彼此之间拍拖相戀了14年 后来就因为性格不合 拍了14年拖分手 分手之后 两个人只曾经见过一面 在1987年 李宝盈是一个在广州举行的粤剧名领 涉角仙逝世三十周年 的纪念晚会里面 就结晰了香港前画剧演员 兼时任澳门旅游娱乐股份有限公司的 高级行政经理 简朗秋 其后两个人拍拖之后 就在1990年2月1日 即是农历的正月初六 就去到美国的纽约 就注册结婚 之后就定居在澳门 在2007年5月27日晚上 好不幸 李宝盈的夫妻简朗秋 就是澳门镜湖医院病逝 当时简朗秋享年67岁 最后就和大家分享下李宝盈的部分 粤剧的名作和电影作品 在70年代李宝盈的粤剧名作 就有张台柳 这个就是英华年剧团的剧目 另外就有迪清夜闯三关 和盘龙令和盘龙令都是英华年剧团的剧目 然后1974年就有白蛇转之段桥 和新提萧恩远 另外70年代还有一部《孔雀东南飞》 和另一部《追鱼》 这两个就是开创粤剧交响乐化的作品 然后1980年代有《楼台会》 这个就是众荣华剧团的剧目 另外在70年代也有一部《容马金歌万里情》 这个就是家宝剧团的剧目 此外李宝盈也参与演出过很多套粤语长片 在1954年就有《人结人缘》 在里面李宝盈还兼唱电影主题曲 在这套片里面 他另外两个搭档《艺坛三宝》 《尼文所》和《钟丽荣》也有份演出 在1954年就有《新白金龙》 拍档也是和《尼文所》《钟丽荣》一齐 在1954年《情财沙三少》 李宝盈就做《三少拉》 另外拍档也是《尼文所》和《钟丽荣》 在1954年的《唐八虎》《点秋香》 也是和《尼文所》《钟丽荣》一起拍档 《五四年》也有《段长虎》 李宝盈兼唱电影主题曲 另外也是《尼文所》《钟丽荣》合作 goldesta76年《钟丽荣》 《九私乃》《尼文所》《纽版白改变》 《春天十二》《《春天》《这代四315》《春天》《春天?叴视》《近英日》《鸟局》 《亂点鸳鸯谱》 以上这几套电影 都是李宝盈和钟丽庸黎民所合作演出 1957年有《方堂镜五斗陈梦吉》 《人心博人心》 《罗通素北》 《唐伯虎点秋香》 1958年有《财王子》 《财王子》的族集《两傻游地狱》 另一套是《两傻游天堂》 1959年有《合家有喜》 1960年有《苦命妻千里寻报夫首》 1960年有《十大者》 《阿福对错马彪》 1961年有《十载含冤为我郎》 1962年有《孝父》《孝奉侍郎心》《碧玉渣》 和《春满帝王家》 1963年有《白元太子》《阴阳崖惠武》 《白网闹闹龙》 《星岛梅花》《紫舞碑》《七彩宝莲灯》 1964年有《龙江三府》《玄杰篇》《祭功活佛》 《半章轮架床》《方堂四怪盒》 《方堂四怪盒》《下集》 《三个证供杀太子》《上下集》 1965年有《海底呼鲁塔》《海底呼鲁塔》《下集》 《拿渣三喜红鞋耳》《真假制弓》 1966年就是李宝人的最后一套电影 《观音得道》《香花山大河首》 好,各位,和大家分享李宝盈的戏剧人生 他和他的演艺经历 分享到这里,也全部完结了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请大家留言、点赞和分享 也希望大家多多订阅这个阿N与阿Lan 频道 好,拜拜,下一集再和大家介绍 另一个粤剧名领的艺术人生 再见